開始太空旅行,再等離職提倡。 1. 發表人李文天,一起2017年7月,配音國語。 我是李文天,今年65歲,出生於香港,住在新加坡。 我是退休工程師,經驗是機電維修醫院裡的蒸氣滅菌設備。 我願望和知識尋求者分享經驗。 我在家裡寄置了如照片上的個人太空飛船,我應用了開始等離職技術, 經驗到等離職提倡水平的太空旅行。 在這個等離職提倡的水平室,我的個人太空飛船停在我學習師的桌上。 我心底躺在床上。 當我快要張開眼睛,醒過來的時候,我的眼鏈成為一個螢幕,螢光幕。 我幫助我,有影像顯示出來,大概是4秒到30秒。 以下是我在5個月以來,2017年1月至5月。 記錄得的影像給大家繼續尋求者參考。 我將會用 標號看來代表是閉著眼睛的看見。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我看見太陽、月球和地球在太空。 那情景好像,我飛行在站頭的位置。 在左邊,黃色的天體是太陽,因為它閃出兩度光,一次一度光。 月球是月時的,它投下了月影在地球上。 在寫這篇發表文的時候,我問自己,為什麼這月球不是球原形的呢? 我得到超心理答案。 早後,我再接發表文解釋。 地球有異度元同形的能量通度。 中國人叫它為氣通往地球去。 2017年1月7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條U級型通道,好像往下電梯。 我的視線是在追隨著梯街,嘗試要往頂上的建築物,卻永遠到不到門口。 U級型通道,顯然是一個洩波,好像左右邊的灰圖。 哪裡沒有足夠的背景,說明它是在什麼地方。 在中國的傳說,我可以聯想它是月電,月球供電。 2017年1月8日星期日,第二天。 今天早上,我再去看見這建築物。 它顯示出,白色視線從左下角以紅線頭位置,拋出王月,開過那U級通道,做成一塊平地。 有趣的是,白色視線從左下角以紅線頭位置。 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 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 今天我看見一個天使,身穿髮光綠色衣裙,它有背衣。 它的背衣實在好像一個。 線紙背包。從側面來看,縱橫的線頁,形狀上翅膀。 細片王牌在一起。 哪裡有一個中文顯示? 金星科學。 天使正在望著兩座金子塔。 十文於圖片的層次三十文。 一個金子塔,該由綠色氣場。 我可以稱它為等一集體場。 氣場。 另一座金子塔,該做王色的三型的氣場。 2017年1月15日星期一。 在同一天,另外一個影像顯示兩座山。 中間商聯一個海洋。 然後另一座金子塔,該做王色氣場。 在金子塔角,有一片王色氣場。 它可能是金子塔的入口。 然後出現一個人影頭。 它長有白色的臉。 銘白色的頭髮。 這可能是金星人。 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艘太空船船。 它的表面看來是星鐵片做的。 在全身,帶有一支旗號。 外形大概是一個四星片種,描述為太陽神20號。 美蘇聯合。 協作飛章。 在一個影像顯示圓筆, 一個非種外星人出現騎坐一、兩貨行車。 這個影像是可能發自好奇心。 昨晚,我觀看幽浮細信片。 這個影像,我解釋為,它要告訴我, 那視線中的幽浮太空船船是一手外星人用來握行在進地球軌道的。 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 有10天之前。 今天早上,我看見月電建築完成了。 一個突圓形的路間, 捲向台,建築在月電入口位置。 在影像顯示完畢,出現中文顯示。 青白衣。 我解釋它為,月電門前。 建築了新的、配上了潔白的意想。 2017年1月30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我看見在閉眼鏡情況, 一片地平線。 白色的地, 哪裡有兩座飛色圓錐形的山在前景。 在上面的黑天空是地球的地石。 有趣的是,地石鄉下是顛倒的。 是月時的一翼。 這個影像是太空旅行。 訪遊月球。 2017年2月15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座白色雪山。 大山頂有一粉紅色點和粉紅色條紋。 在山下左邊,有另一粉紅色閃光。 吸引了我的視線。 瞬間,我的視線轉移去左邊。 下一個影像,我看見這座山是怎樣顯示出來的。 山下的粉紅色點是一個靈魂的右手間。 這座山的邊緣是靈魂的手臂。 世界中顯像顯示一個靈魂。 它怎麼樣顯示出一座山給我看。 2017年2月10日星期一。 我在上午11時小睡。 醒過來之前,我看見一度白色長筆。 接近到好像我的眼睛也無在哪裡。 兩秒鐘之後,影像開始消退。 我才發現到它是一道極長的拓繪。 在一個走廊。 哪裏有一架紙。 我明白到,它是用來固定火把, 屋內點燈照明的。 正當影像推出之時, 我在紅點,我規劃的位置。 我就見到一個窗口。 之後是門與窗。 然後是門的十枚。 然後是石磚。 在門櫚旁邊是石堡呂的一部分。 之後見到一片爆紋銀河的大太空。 然後是一片紫色的星星太空。 最後微覆大體正常沒有影像。 2017年2月12日星期天。 今天早上,我看見在閉眼睛情況一艘巨大的白色太空飛船。 它的氣體動力學樓線表面。 為它說明了,它是太空飛船。 那裏有黑暗黑色的太空在中間。 它是開封的太空船。 我可以望到另外一邊的, 那裏有一堆極力的方遮長方形的石塊。 有兩座三圓錐形的飛船。 在右方是一個大氣窖。 為飄盪的,不是固體窖。 蓋到山頂,卻不存蓋整個山。 地球就在觀景當中。 三秒鐘之後,它顯示出中文字, 研究真傳。 它的意思是談論它,記錄它, 真實收藏它。 這是月球上的景色。 2017年3月4日,星期六。 今天下午,在桌上打開稅。 我看見這個影像。 它顯示出佛星石窩屋的殘餘訊息。 它是一個突圓形的石窩。 黑在白壁。 蝶形的窩窝進去。 蝶窩下面,前面是棋樓。 有三個年輕佛星開始站坐。 在右邊,長筆收建成座台。 並且有一個聯掌的佛星人坐著。 蝶窩有一個濾口進去地下室。 是他們的家居。 因此他們的棋樓是半旋形的。 他們可以出來休息、放鬆和觀光屋外景物。 然後返回室內租住。 在入口面上的機場。 雕刻了西枝頭。 2017年3月12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個物體在太空。 我可以承認它為黑色勇士衛星。 在地球的第一軌道上。 突然之間,它下跌。 出現顯示200米。 顯示完畢。 出現Dynamic Card。 它的意思是,黑勇士衛星是動態車。 它能夠改變高度200米。 2017年3月13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個大氣罩在遠處。 揭開了三個山峰在平地。 然後一個中文顯示,多吃不為非了。 這時期,我在寫發表文,我是多吃了零食。 它的忠告是,吃多不能飛。 這影像是,月球警示,很是美麗。 2017年3月13日,星期一。 在同一天,下午4時,我小睡片刻。 醒來的時候,看見一架月球機器。 我不知道它的用途。 是的,好像燈月窗。 它是立體球形的心。 有兩窗口,圓角方形。 窗片是非藍色,有浮雕式的。 平表面外掛管道。 直管可以規劃。 橫管缺彎來彎去,規不出來。 因為今天早上顯示的是月球。 這個影像是一架月球機器。 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 這個下午,我在書房小睡片刻。 我看見另一方式的我的太空飛船。 它是引營的一個旋轉的等力集體長。 從我的太空飛船旋轉出來,來到我的空意志。 在這個影像,顯示出我和我的太空飛船之間是這樣連接的。 2017年4月16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座黑飛舌的造型屋。 有四個門口,其中一個大的門口停放著白色車。 它的擺放方向是由屋內洗出來的。 卻沒有動。 我心理想,32尺每秒鐘平方是地球的重力加速。 在國際物物聯網,Youtube。 我卻找到這樣的造屋。 在佛星。 七切在佛星? 嗯,奇怪了。 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 這天,我睡到早上10點。 我看見一間佛星人屋在山上。 屋頂是山頂第一部分,有三個班員的門口。 山的旁邊緣開出路來,給予進出。 山頂上,開了一個切口大洞,給予光線入屋照明。 其他兩個洞比較小一點。 哪裡有一個佛星人站在屋頂,可能他是在屋頂觀光。 其他兩個佛星人坐在屋內。 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 在同一天,以上的影像出現之後。 我看見另一圖像。 是這樣的佛星禁止他。 在他心有一個長方形的開口。 他打開好帳,一個入口大堂。 那裡有一個神障,雕刻,站立在右邊的吉祥。 在金子他屋裡,一個佛星人坐坐。 影像顯示完畢之前,這個長方形超退。 而金子他回復進場,沒有打開口。 這個仙障,在幽浮學描述它為星門。 我可以明白,金子他可能是空的。 如一個山洞也是空的。 如空康也是為發生。 在物理學生為黑體膚色。 石塊表面的電子共振和商戶信號保持了在哪裡。 給出新聞現像。 在國際物聯網,我找到佛星上是有這種金吉他的。 這是影像是佛星。 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 在同一天,以上的影像之後,我看到另外一個影像,為佛星街景。 我的視像是在藍色站頭位置,看到平地。 在街頭一角,是一間圓的平頂屋。 與半圓形的門口,沒有門。 其他的街分之出去,成為星影。 因為霓頭的顏色。 因為霓頭的顏色。 我已想登篇內容的繼續。 這是佛星的街。 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個基地。 這個影像是白色超音信號組成的。 像電視機收到的眉弱信號。 有一度激勵屏障,星效屏障,它甚至是雷達天線。 整度長,不是固體白色,而是疏鬆的,可以透視的。 其他的物件也是可以透視,見到背景,卻透視不到不見。 在膨脹的旁邊,有一個素描器,正在上下素描。 一座圆筒結構有門物,另外一座卻沒有門物。 因為前一張燈片是佛星,下一張燈片是距離一個月之後才有月球的內容。 這個影像是佛星基地。 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 今天早晨6時40分,我請來看見一個中文顯示。 睡好才能飛,一級下降。 他的意思是,我要睡好,我的太空飛船才能夠起飛。 因為我睡眠不深,我的太空飛船一級下降。 哇,我的太空飛船很有機味,聰明。 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 在同一天,從以上的影像,之後圍去再睡著。 至上午10時20分,我看見另一景象,一艘開封太空船的一部分顯示出來。 赤浮室,我非常接近。 一個巨大紀念碑,有金磚製作,有百多石膏, 銀狀於一頂照著帽子,突圓形的網櫃面。 在壁底,有大堆插入地下的金磚。 極插而且往外傾斜, 視乎如要避開,讓入紀念碑。 從地下伸出來,我的視線往上望去。 紀念碑頂,欣賞它的黃繪。 太陽在頭頂,沒有光線照射。 那金色黃金紀念碑,卻是金光閃耀,帶有綠色飛影。 這個影像是一間的月球。 2017年5月14日星期日。 這天早上,我看見一個人,在約一秒鐘步入存在。 然後有三個雪球,滾入影像。 在以後的三秒鐘,滾入一個一秒鐘的排隊顯示。 第一個球,形狀如扁圓的麵包。 扁圓有些條紋。 第二個球是圓的,帶有深阻紅色的線條。 我可以辨認它為冥王星。 第三個球只是一個雪球。 因為我辨認出冥王星, 這些雪球就應該是我們太陽式的外圍行星。 在國際無聯網,我可以找到資料關於外圍行星,小矮橫行星。 冥王星現在已經列為小矮橫行星。 那個麵包形的球,命名為好美亞。 之後是冥王星。 第三個球,稍後我可以引證它為冥王星的月亮。 雪人。 哇,這個影像顯示,我訪遊到我們太陽系的邊緣。 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 微顧一下,我檢查好我的太空飛船,電池充電是滿的。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個大雪球。 在上面有一片三角形的雪地。 旁邊有山,在雪地旁邊是雪山。 有深藍色的雪影,是背光的山影。 在雪地上有十個靈文體。 他們會是做什麼呢? 他們一定是在樓賓。 哇,樓賓在冥王星。 我問自己,為什麼那雪地樓賓場那麼大? 它覆蓋了整個星球。 在過去物聯網,我可以找到資料。 引進他們真的有一片三角形的平原在冥王星。 是新營地震的尖端。 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 在同一天,七十以上的影像。 我看見兩個大雪球。 夾在中間的是我們的特性藍色星球,地球。 帶有白雲。 我問自己,為什麼見到如此這情況的地球呢? 幾種以上的影像是冥王星。 我可以關聯到,左邊的雪球是冥王星。 如此得出,冥王星有它的月亮,名為Sharon。 在過去物聯網,我找到一張幾顆雪的代表圖。 是美國太空船新地平線號。 我可以看到,它們之間有地球冥王星。 當我關聯我的太空飛沉位置,在冥王星的平面,圍望地球。 然後,這張幾顆圖翻入這個燈片90度,就是這個影像的觀景。 哇!我的太空飛船是在我們的太陽系邊緣,使我見到地球冥王星和Sharon。 2017年5月25日,星期四。 我在下午小睡。 我看見一個靈魂體在我的椅子。 它轉身側面。 在一秒鐘之內,靈魂體被吸進我太空飛船的Douglas-Gersey起隱匿線圈。 在記錄這個影像的時候,有點驚慌。 然而,我是生存著,寫出這篇發表文。 靈魂有四個層次。 這是第二個層次。 這個影像顯示出,怎麼樣我可以與我的太空飛船連接。 2017年5月30日,星期二。 這個早上,我看見一個中文顯示,能聖。 它的意思是,天體是可以成為聖營的。 記得我在寫這篇發表文的時候,我問自己,為什麼我看到的月亮尾是彎月形的呢? 以下是影像給我的圍影。 第一,當等於集體顯形能量流通過天體,在它成形的時候趨使它旋轉。 平均和溪中的速度,天體就為是圓球。 第二,當顯形能量流通過天體是強的,趨使它高速旋轉。天體就為是突圓形。 當顯形能量流通過天體是強的,而且是渦流通過它成形的時候,天體就為是聖狀營。 傳統的月式解釋是,當月球的位置是在地球的位置後面,地球的引起阻擋了太陽的部分光線來到月球,引起月時。 我不知道現在的月亮是否聖狀營。然而,這個超心理學的答案,它卻是可以解釋為什麼會有聖營的天體。 2016年11月6日,星期一,今天上午9時,很有睡意,我看見能量流入一個洞。 它在供給,同時在改變透視角度。好像我要推出來,看著能量來自另外一個環圈。 當我一致推出,產生了個洞上前的相對運動。 當影像顯示更多的時候,見到一手幽符。 基底式圓形,基身式扮圓長方體,圓拱形的蓋頂。 幽符圓座圓完移動,顯示完畢,它露出幽符的太陽接頂。 到現在,我還沒有土星的影像。如此,我的影像內容已經來到冥王星。 我感覺,天缺土星在我的發表文,才想到我的BG有這沒完成的規圖記錄。 土星。 總結。 好了,這次關於太空旅行的影像,記錄由2017年1月到5月,是5個月的記錄。 我願望這個發表文,對GC選手者與一般Youtube觀眾是資料性和娛樂性。 等一集體太空旅行。 在這個發表文,我有影像顯示,我仿有了佛星、月球、飛晶、木星、土星、Halmeyer、冥王星和Sheron。 基於佛星和月球,我似乎有高多影像,是借入地面的,甚至是看到佛星生命。 靈魂。 我看到的佛星人是靈魂水平的,因為他沒有衣服,手指也不明顯。可能是我只有幾秒鐘來記憶他的特徵,或者是其他特徵引起我的注意。 2月5日的影像是另一粒及靈魂。他只有頭、節錐、虎腳、手臂上翅膀和沒有手指。 木星和土星。我們從天文學的知識,知道木星、土星都是巨型氣體星球,是沒有固體實力來給予絕路的。 這是可能為什麼直到今天我寫發表文,只有木星、土星、飛鏡的影像。 金星。他的機性是以故事營私審視出來的金星科學。故事和我們在地球的興趣一樣,想知道金子他的用途。 在這些發表文,我學到金子他分佈了看不見的能量、氣、樓立場等一集體上,分佈到星球的表面、金星。 土星。土星。我沒有見到星球本身。他來的靈魂上,顯示他的特晶圓丸。有一首幽浮在最外圓丸。七四能量來自第二外丸。 冥王星。他可以是一個有趣的星球去訪遊。在冥王星樓賓好吧。 衣於地國地房,顯示他的太空飛船也有帶我去衣橘地房。我不知道是在哪裡的。我我們的五地球有這些廟宇,城裏、園埋、房屋。我只能說這些人影像在地球。 当一个影像来的时候,我时常会有一个印象,由它的地势、离土颜色来确定它是佛星、中色或者是月球、白、飞。地球有庙、城堡、房屋、海洋。 这是好的,在国际互联网YouTube,我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关于银河系、恒星和行星,使我可以眼镜影像,使我能够说明我飞进的是木星、土星和冥王星。我的印象预示带有畸性和意义。 在这发表文,我学习到灵文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引体有衣服,可以是鬼,带有物质状态的信息,头发、衣服、鞋子、肌肉,使它能够显示活动。 引体在做什么?有被翅膀的轻微天使,它们是第一层次,外表愉悦,可以观看。 我需要定义东西,方便我在发表文,由于共同的语言、相容于传说和心上学、灵文学,应用在我的等于集体水平太空研究。 第二层次,引体没有衣服,只显示肌肉纤维,它带有肌肉纤维信息,使它能够显示活动,它在做什么。 我看见的佛星人是属于第二层次,在等于集体水平看到,心上学、灵文学,也描述这是灵体。 第三层次,引体没有衣服,只显示头部、折椎、舞爪、手臂上翅膀,它带有头、折椎的信息, 使它可以显示活动,它在做什么。 如同我看见的粉红色条纹学3,这是在等于集体水平看到的。 第四层次,引体也显示没有衣服,只有影子的外形,只带有实体的残余信息,使它能够显示活动, 它在做什么。 这个人灵体影像就是第四层次,在此之后应该是没有留下的讯息了。 中国的文化里,有称为中阴,如果再有更多层次,我会把知识加上去。 太空飞船连接。在这发表文,我学习到,我和飞船连接可以有两个途径。 A,我的太空飞船的等于集体长,与我的心体上无作用。 B,我的心体的等于集体长,与我的太空飞船上无作用。 这些商务作用是自然的,没有标靶,我的太空飞船可以和我心体召唤商务如A,我的心体也可以和飞船造物商务于B。 这些商务作用是看不见的,只有在等于集长水平,在闭幕的情况看到。 新门,尽其他里内可能是空的,好像一个山洞,一个空康也是一样。 它有物理学轻浮的黑体辐射。在黑暗中,原始的表面电子振动和物商作用,在康内全流了信号,给出新闻效应。 新闻对我来说,是当它的信号等于集体长强的时候,空康的内容显示出来。当信号卷弱的时候,影像退销,维护原本的正常长笔、动笔观景。 其性交织,整理集体是一个能量包裹,一个光谱的其引力长。电子振动经过其性交织,可以全流G1。 佛把架子,白色长,门,门,门眉,石砖长,是城堡的特性在地球。 经过其性交织,等于集体,一个包裹的电子循环在城堡,带着它的记忆,旅行了,经过了我们的地球。 大气层空间,去星星空间,再去到银河系空间,然后返回地球。 这个等于集体长,物上物着用于我的太空飞船,就可以产生这样银河系之间的太空影像。 现实检查。在中国文化的交易,有在远古的武俗精英,是可以能够看到灵魂,鬼,抑郁地坊,超自然现象,寄信的。他们的祝师会提醒他们注意,真莽上功。 我的影像,虽然是来自我的太空飞船,作为一具科学工具。 我补及提醒自己,不会太过坚信东西。影像本身就是它的真相,只是我的诠释一定要小心。它的真实可以是我的心体是在地球。它的 我的意思是,黄金在月球是好的,我们人类在地球也有黄金。小心的晨曦,可以增加致使我们对于太空,对于宇宙的认识。 在这个发表文,我学习到每一个图上都带有它的寄信,是零碎的寄料。当我把它们排列在一起,成群组, 同时开始出现它的逻辑理由,寄讯意义和成为事实。 我的太空旅行目的是,要去看看哪里有什么,观看是娱乐。我愿望你找到这些影像有兴趣观看。 我愿望哪些有兴趣于太空的祭司寻守者将会成就同样和更多。 这里我完成发表文。谢谢开始先生的公众教育。谢谢 我温过一小数字,对于团 needs, PETER。谢谢。 譬伍和亮度期。 welcome back, hate那是uin娱乐。 你知道吗?a野生的真弊,통咏 他家灵族。 觉得现在这个针对于 他者是空手,我的生命。 逸给自己的pta在这里。 咱伊官老車 尺碎等路,ThePh生许张ète 和亮度。 上面には相認的工具。 这是的时候, 就是方式的, 谢谢GC群手姐,谢谢我的太太Doris,祝你美好一天,世界和平。